嗨大家好我是牛奶爸 有一次我在網路上就看到一個影片 那是在搜尋很多國外的影片 看人家怎麼製作 然後就發現有一個影片我蠻喜歡的 就是它一方面是講怎麼樣創業 然後這個怎麼樣創業 這個就跟我的部落格 在牛奶爸的網路創業私密日記裡面提到的 有很多透過網路創業的方法 那這個網站呢 它這個影片全部都在講跟創業有關係的 那有很多也是在探討一些心靈層面的議題 那我覺得它錄得蠻棒的 效果蠻棒的 所以這次呢 我就跟Annie老師一起合作 就是把這個 它裡面講述的一些內容把它翻成中文 那我們一樣是引用它原本的 它英文的部分 英文的影片 我們沒有去更動它 那我們就另外把它翻成中文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錄出來 錄成中文 讓大家可以一邊學英文 一邊學創業的技巧 然後還可以一邊用中文的翻譯 來瞭解它到底在講些什麼 那在這段影片呢 它主要的題目是說 怎麼樣利用六個你 六個客戶不跟你購買的原因 爸爸 爸爸 剛剛剛剛片的那個新聞了 蛤 電腦下面 喔 過來看 可是爸爸在錄音耶 過來看啦爸爸 爸爸在錄音耶 過來看啦 等一下好不好 過來看啦 過來看啦 過來啦爸爸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暫停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說 這個影片裡面它到底在講什麼內容 那這個影片主要講說 六個客戶不跟你購買的原因 那 一開始它就說 歡迎你們收看Mari電視頻道 這個頻道呢 可以讓你創造出你想要過的生活 還有你想要的事業 那首先呢 我有個問題要問你 你是不是有蜘蛛絲在纏繞著你的購買鍵 我們把它英文整個把它翻譯出來成中文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蜘蛛絲纏繞在你的購買鍵的意思就是 你讓那個消費者沒有辦法去購買 好像被蜘蛛絲纏繞著一樣 讓他沒有辦法去下單 那這個關鍵是什麼 那他還問說 你是不是很懊惱 為什麼消費者沒有排隊去買你的商品 為什麼有 為什麼有更多人想要買你的產品或是服務呢 這些一定有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我們現在去把問題找出來 如果我們可以去辨別出你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修正它 那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你的那道更多的訂單 我們可以讓你的訂單像雪片一般的飛來 好 讓我們現在來討論第一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沒有問要不要買 你之前有一對一的諮商 我 呃 他說我之前有一對一的諮商 我其中一個客戶呢叫Jush 他觀察到一個重點 他說Marie你的電子報內容都很好 但是你沒有說到你有提供一對一的諮商服務給新的客戶 那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反應是我在電子報裡面沒有說得很清楚嗎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我們都很怕直接的做銷售 因為我們不想要讓客戶覺得壓力很大 但是你如果有自己的事業 你必須直接的跟客戶做銷售 如果你對行銷銷售有任何的疑問 你應該回去商學院修幾個學分 你有看到嗎 我剛才就在做銷售 第二個問題 你有沒有建立信任感 沒有商品的評論推薦 實地的示範 之前的業績 是用前後的比較 如果我要花錢買東西的話 我想要知道這個商品對我有沒有效 或是聽一下用過這個商品消費者的其他消費者的經驗 那如果你是賣長頭髮的產品 我想要看到一些圖片 先是頭髮的比較 稀疏的 然後就是用過這個商品之後的效果 頭髮長出來了 濃密了 還有客戶的見證 例如說 我之前是個光頭 但是我現在有很多很多的頭髮 像森林一樣的茂密 不要只有強調商品的好處 奇蹟毛髮液 真的很有效喔 讓我看到一些評論 給我多一點資訊 這個是客戶要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 你提供的商品不夠詳細 不夠精準 我們之前有跟 Ramit錄一段影片 就是這個 他之前跟另外一個人 叫軟米的錄一段影片 你一定要找到精準的客戶群 然後把你的產品銷售給他們 以下是三秒鐘的回顧 如果你是對大家銷售 你根本就是在跟空氣銷售 如果你不曉得我在講什麼的話 你再回去看一下這段英文的影片 然後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不知道你在賣什麼 如果你賣的是漂亮 多汁 多汁 豐沛 消費者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這是 鹽 鹽影的清潔液 還是四川的名產 我們來做個比較 就拿我在紐約最喜歡的食品商店 肉丸店 他們賣的是什麼 拖把的手把嗎 當然不是 超好吃的肉丸啊 而且是素肉丸 如果你記不起他們賣的是什麼 他們會這樣提醒你 我們做丸子 第五個 價格不對 對你針對的客戶群 你的價錢可能賣得太貴 或者是太便宜 也有可能是 你沒有清楚的 把你的商品的價值說出來 我們之前有很多影片 有講過價格的重要性 第六個 你讓消費者有太多的選擇 好讓他舉個例子 國將 James James 他也是一個人民 所以你會看到影片裡面 有一個男生跑出來 他影片都有一些效果 有一些哽 但我講的是跟花生醬一樣的醬料 之前有個研究說 有一家超市 兩個攤位都是賣果醬 一個攤位有24種不同種類的果醬 另外一個攤位只有賣6種 大部分的人都到賣24種果醬的攤位去試吃 但是你知道哪個攤位業績比較好嗎 結果是六種果醬的那個攤位業績比較好 比較少的選擇可以帶來六倍多的業績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更多 你可以到TEDTALK TEDTALK 去看這個 Shymna Shymna Inger 這個人 他們錄的這個 很搞笑的唱歌的影片 我覺得有點 有點不好笑 他是跟那個什麼 現在來看一段如果有太多選擇 消費者真的會搞混的這個 They got confused 的片段 那裡面的歌詞是講說 他們走進來 他們走出去 有太多選擇讓他們有很多的疑問 他們搞混了 太多的果醬種類讓他們想要逃跑 重要的是他們都沒有買 因為他們搞混了 真的搞混了 太多選擇你就會輸 顧客就不跟你購買 他們就跳脫了 就不買了 那你失去這個銷售的機會 你減少了選擇 你失去的機會 你失去銷售的機會 如果說你減少了選擇 你就是贏家 他們搞混了 搞混了 這就是這段他們自己編的這個 這兩個人 這兩個女生 弄的怪怪頭 這兩個女生 唱的這個歌詞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個總結 用我最愛的商業智慧 這不是我想出來的 但可以維持一下 一個搞混的頭腦 永遠會說不 永遠會say no 因為他confused搞混了 所以他不會買你的東西 所以呢 你有七個原因 為什麼消費者不跟你買單 這個主題呢 還有更多可以討論 我們就開始吧 你還可以想出其他的原因嗎 你把自己當成消費者 為什麼你不點購買的按鈕 留下你的意見讓我知道 影片結束之後 就會有一個好的討論 所以 如果你有英文方面想要 如果你英文夠好的話 你想要提問 你可以直接到這個mario mariofolio.com 去在他的影片留下意見 影片下方留言給他 那如果你對這個 你想要提出中文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討論區的下方留言 那我們會給你一些回答 我們彼此討論 然後他最後講到說 你喜歡今天影片嗎 如果是的話 那訂閱我的影片 那相同的 如果你覺得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內容的話 那你可以訂閱我們中文的影片 然後跟你的好友分享 如果說你想要更多資源 創造出你想要過的生活 以及想要的事業 或是我個人的一些 只有在Email裡面才有的討論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OK 好謝謝你的觀賞 下次見 這全部就是這個mariofolio 它裡面 每個禮拜二它都會有一段影片 那這影片呢 都會跟這個創業啊 還有這個 怎麼樣的經營事業有關係 還有一些人際關係的一些 一些FAQ啊 一些問答 我覺得蠻有趣的 而且他 他這影片錄的時候呢 每一集他都會換很漂亮的衣服 而且都會有很漂亮的背景 我覺得整個看起來非常的舒服 好 那這就是今天的內容 謝謝大家